不知为什么他们会无端端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中 没有人欢迎他们 他们唯一的贡献就是以抱怨的方式来产生负能量 你们都认识他们,他们就是牢骚先生夫人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会大声叫,又是你们两个人? 人很容易发牢骚,眨下眼,高怀先生和太太 就会变成牢骚先生夫人 即是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就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发牢骚 让我们思考保罗的提醒 凡所含的,都不要发怨言,喜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偽,再者弯曲拨茂的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疑虑,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象明光照耀 请你向神提问,亲爱的主耶稣 你能够我减少抱怨吗? 请你实此宿学的真理,祈祷你能够减少法牢骚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朋友分享你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